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13号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 并斥责美方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 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称之为美方大搞航行霸权 制造南海军事化的优异铁证 由中方拍摄相片可见 美国本福特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而南部战区海军邪宁舰正在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并予以警告驱离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丽表示 事实再次证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地区和平稳定破坏者 他说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海军则回应 本福特号在西沙群岛附近的南海 主张航行权利和自由符合国际法 对于美国军舰频频闯入南海 中国外交部曾表示 美国的行为不是对自由的承诺 而是对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破坏 凤鸿一事增加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